记者成立严综合报道,52岁的资深韩新赵敏基,近日被报社前在母校青州大学任职教授时性骚扰女学生印发舆论哗然,她原定12日以嫌疑人身份到中北地方警察局接受调查,为廖靖在甄讯前三天自杀身亡。 左南韩警方宣布因赵敏基死亡后公诉权消失,将终止性骚扰案相关调查。 昨天台湾时间下午3点左右,赵敏基的妻子发现她沉湿于公寓地下一楼仓库,紧急打电话向119竞销报案,随后将她移送至建大医院急救。 到院后,医护人员CT她施行心肺复苏数,但人于台湾时间4点20分宣告不致死亡,死因推测为自杀。 根据韩媒报道,赵敏基昨早曾接受媒体电话采访,在电话中她曾表示对不起女儿,也透露原本应该6日就要到警局接受调查,但因为当天是女儿大学入学日,所以才延迟了征讯日期。 目前南韩警方也在寻找赵敏基是否有留下一书,并表示若有需要将会征求家属同意解剖遗体。 赵敏基昨早接受媒体电话采访,表示很对不起女儿,翻设自亚洲经济,自由电子报关心您。 自杀不能解决问题,勇敢求救并非弱者,社会处处有温暖,一定能度过难关。 自杀防治咨询NC专线0800788995 生命性协谈专线1995 张老师专线1980 四个人